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女粉们开始叫自己喜欢的男明星老公 如果偶像们在剧里有一个妈 那么那位女演员无疑就成了婆婆 面对粉丝喊老公 男明星们做出的反应也相当有趣 男星被叫老公的反应 有人反应甜诈 有人反应呆萌 还有人只怼粉丝 也是相当可爱了 这里是瞎谈鱼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男明星被叫老公之后的神反应吧 竹一龙被男粉喊老公的名场面 不允许你们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 竹一龙老师被土味情话攻击的时候 会直接上演蒙圈表情 比如上回被六公主的土味情话 吓到后的表情是这样的 一脸的不知所措 还有这样的 一脸不可置信的来回确定 这是电影频道啊 这个表情真的是看无数次都要被竹一龙笑风 但那好歹是女记者啊 不管怎么着 即使土味情话再土味 那好歹也是情话呀 而如果遇到男粉丝 竹一龙的反应就不是这样了 有一回竹一龙出席露天活动 他路过粉丝群的时候 忽然一位男粉用冲破天界的声音响彻云霄的大喊老公 请欣赏朱一龙的表情 直接从蒙圈上演为后牙草警告 甚至有种享用眼神暗杀对方的即逝感 这只是被男粉韩老公的第一次 不 韩老公这个事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电影首映现场粉丝提问环节 男粉丝的攻击力再次上线 看到老公有点小紧张 此时的朱一龙已经把这位同志 请你自重的表情刻在了脸上 到这里就停止了 并没有 毕竟下一位被男粉攻击的就是刘浩然了 谁能想到前几年还在满屏幕大喊浩然弟弟的粉丝们 现在一个个都改喊浩然老公了 同样的公开场合 主持人正在调动现场气氛 问大家爱不爱浩然 满场充斥着女粉的声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生忽然在安静的时候回答 老公怎么能不爱 那语气那用词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男粉的深沉爱意 于是直男代表刘浩然直接给听贵了 招架不住男粉的热情 直接害羞到整个人都快和大屏幕重合在一起了 为了见到刘浩然 抢了好几天票的男粉丝急动发言 我为了抢到票三天没睡觉 第一次喜欢上我老公的时候 是14年 他还在演北爱 刘浩然越听越招架不住 直接蹲在了地上 害羞到蜷缩了起来 杨阳也是许多人的男神 他的外貌十分出众 有一次在机场被人大喊老公 当时他有一瞬间蒙住了 后来反应过来 抿住嘴巴开始偷笑 旁边的粉丝们也是笑个不停 场面十分和谐 还有一次 杨阳被叫老公的反应 调皮中还让人感到无比的甜 杨阳的颜值就不用多说了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花美男 微微一笑很清晨中的小奶 就迷倒了无数女粉丝 有一次粉丝们组团在机场接机 杨阳被当众大喊老公 他的第一反应是直接愣住了 然后裂开嘴角偷笑 再搭配上杨阳的颜值 简直是甜到炸裂呀 张云雷如今早已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相声演员 名气与流量和娱乐圈中的小鲜肉友的一拼 更有网友调侃到张云雷把相声开成了演唱会 在某次表演时 台下有一位女粉对着张云雷叫老公 张云雷听到后先是以惊 随后立马捂着嘴偷笑 这种反应也是非常真实了 相比于前几位 慕紫阳年龄虽然是最小的 但却俨然是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模样 在某次活动中 面对女粉丝叫自己老公 慕紫阳毫不犹豫 且云淡风轻的就给应了一下 一声爱答应得很势利落 想起来湖南卫视跨年晚会那个时候 华晨宇乖乖的坐在台上等待乐队 然后听到粉丝们好大声的喊 老公我爱你 不过他当时估计脑子里想着赶紧唱完吃热干面吧 去年王源参加夏日毕业歌会的录制 现场的粉丝和王源一起合唱了原舞曲 唱完歌曲后台下粉丝纷纷激动的喊老公 王源一脸尴尬 害羞表示 女生叫就算了 男生就别叫了 然后现场又响起了老婆天使的喊声 灯光刚好按下来 王源听到后偷偷的笑起来 整个画面甜到冒泡 再一次首映里现场 彭玉唱与粉丝们互动 有名男粉丝却上来就喊他老公 26岁的彭玉唱被男粉丝的热情搞得当场一脸懵 随即目瞪口呆好像被吓傻了 引人爆笑 不愧是自带幽默画风的男子 偶像剧情节到了彭玉唱身上 直间要变搞笑片 男粉丝纠正过之后 耿直地问彭玉唱你比较喜欢哪种身材 结果导演当场跟男粉丝抢人 向粉丝爆料说 他喜欢我这种熊熊的 彭玉唱当即面露羞涩 扭过头大笑 所谓风水轮流转 据悉在不久之前 彭玉唱与刘浩然一起出席活动时 刘浩然曾被男粉调侃叫宝贝 彭玉唱当时笑得非常开心 还颇有点性价乐祸的意思 没想到没多久之后 他就被男粉丝叫老公了 林更新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 常常不走寻常路 有一次录节目同台的鹦鹉就叫了他一声老公 反观林更新 先是问你叫谁老公啊 后来知道是叫自己之后 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被一只鹦鹉调戏了 连忙说你千万别那么叫我 我害怕 令不少网友直呼 没想到林更新的胆子那么小 蔡徐坤作为爱豆中的魅力担当之一 可美艳可娇羞可霸气可活泼 不论是台风还是私下的形象 都独树一致令人着迷 在舞台上的他魅力四射火力全开 舞台下的他却是很含蓄害羞的 一次活动上蔡徐坤被叫老公 更有粉丝在横幅上写着 蔡徐坤名正局劲 势必要将撩偶像的环节进行到底 蔡徐坤看到这个横幅后 害羞的脸都红了 只能连忙喝水 掩饰自己的表情 不得不说 现在粉丝们表达自己的感情 真的好直白哦 而且还用上了各种创意 试图用别出心裁的方式 吸引偶像的注意 王俊凯的人气一直非常高 深受许多女生的喜爱 在一次采访中 王俊凯被粉丝称作老公 并问他对于这个称呼有什么看法 王俊凯的脸衣瞬间就红了 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说陆寒 虽然陆寒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过在他还没有和关小彤在一起之前 他也是大家心目中老公的最佳人选呢 别看他以一双小鹿眼轰动中寒挨斗剂 其实他私下的个性是非常爷们的 而且难有力爆棚 外加超级宠粉 除了360度无死角的完美颜值 满足了粉丝所有的想象之外 他的业务能力也是一流的水准 畅跳通通不在话下 多年来他的完美形象 也使得无数粉丝为他提笔写文 之前就有粉丝在网上发布陆寒的同名小说 虽然说现实中不可能真的发生 但是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都不知道和自己的偶像谈过多少次轰轰烈烈的恋爱了 不过陆寒本人对于粉丝给他树立的老公人设 可是从来都不会给予回应的 一直以来关于他的绯闻是少之又少 在录制奔跑吧兄弟的一期节目中 因为要做游戏 陆寒和马思纯演了一对夫妻 在一个环节中 马思纯和陆寒飙戏 为了节目效果 马思纯直接扑到地上 抱住陆寒的大腿叫老公 他直接以开玩笑的方式说 我妈不让我娶姓马的 可以说把两人之间的距离直接拉成了东飞大峡谷 真的非常耿直了 不过在公开恋情之前 他曾经说过有可能找粉丝当老婆 另一位顶流央千玺有多红就不用说了 喜欢他的不仅有妈妈粉还有许多女友粉 有一次在机场 街街的女粉丝们一见到他 就开始激动地叫老公 旁边的助理胖虎都被吓到了 千玺则是害羞地跑走了 也难怪总有网友说 这么多明星的反应 我就服千玺 也有人说看到千玺害羞的一流烟就跑远了 估计还没听见呢 不过这位粉丝也是够大胆的 千玺还是个孩子 这么堂而皇之叫一个孩子老公 真的好吗 再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一位男粉丝大声对龚俊说 老公唱给我听 这一声老公 一下子把龚俊弄得害羞到笑了 自从龚俊拍摄山河令大火之后 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关注到这位有言有才华的男孩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都能看见龚俊的粉丝狂热地追星 很多人发图配文 老公直接把谐音梗发挥到了极致 不得不说龚俊这个名字是真的好 粉丝又多了一个能叫他老公的理由啦 总的来说现在的粉丝追星真是太有想法了 这可把不少男明星弄得面红耳赤 不过表达爱意随好尺度还是要抓牢 虾米江们你们还知道哪些明星被喊老公的谁反应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